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 寺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就是修行之地 在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 总古至今有许多著名的寺庙 如白马寺 大昭寺等等 其中会有很多寺庙接收原主的捐赠 有的是善款是来自于寺庙的修善 而在辽宁的海城市里 却有着一座特别的寺庙 一座不接受捐赠的寺庙 大碑寺 大碑寺位于辽宁省海城市一山里 四周蜿蜒环山 环境清静 为寂静修行的地方 这里从来不强制收香火钱 他们的存在和现在的很多寺庙不一样 大碑寺是建于1668年 是由天王殿 大雄宝殿 藏经阁 千佛殿和东西配殿构成的 有西方三省和十六尊者享受人间烟火 保护万民平安 大碑寺里边没有功德香 所有的僧人持不足金钱的戒律 在现在这个年代实在难得 僧人们每天两点起床 十遍愣言咒 下午两个小时读诵戒律 大部分的时间 每天只休息四个小时 他们为了保持佛陀制度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 行脚途中开始拿着波来祈祷十五 这个也是他们最艰难的地方 每天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花园的路上行走 不管走了多长时间 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佛界 齐步行走 在大卑寺 在高度文化是不值得骄傲的 这里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学历 这里比的是智慧 比的是勇猛精进 怎么样 朋友们 看了这样的寺庙有什么感想呢 好了 本期的袖手旁观新鲜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联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